美国联邦处备局在当地东岸时间星期三和四 将一连两日举行议息会议 市场非常关注今次会议会不会宣布加息 以展开美国的加息周期 不过市场对于9月加息的预期逐步降温 早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更加警告 若果联署局启动加息 将会导致新兴市场触发恐慌和动荡 呼吁当局暂暗兵不动 代环球经济出现稳步复苏的迹象 如果加息机会 我们看回利率期货 去推算市场如何看加息机会率 你会见到9月和10月加息机会率 只有三成和四成左右 反映市场的看法 相信加息机会不会这么高 但当然站在联署局的角度看 其实它已经退了很久了 一直说要加息要加息 但一直延迟延迟 到现在其实你看到就业数据 各方面都开始慢慢改善了很多 收入率都去回5.1% 所以变成联署局来说 其实它已经会有加息的压力在 联署局8月底的议息会议记录显示 部分委员认为中国经济实质性放缓和股市暴跌 希腊债务协议等问题 或多或少都会对美国经济前景救成风险 有经济师相信 如果美国选择9月加息 将会令到新英市场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最终扭转现在美国经济的强势 如果现在联署局真的要加息的话 我们会相信第二波的美金升浪就会开始 美金再次转强就会引发很多的连锁反应 包括就是商品价格会将会下跌 资金会加速流出新英市场 甚至乎新英市场的经济会将会转差 等等因素通胀压力会慢慢下跌 甚至会有通缩压力出现了 这个连锁反应最终我相信会反过来 会影响美国经济的状况 美会指数字第三轮量宽完结之后 声势有增无减 情况与第一和第二轮量宽的时候 有很大的分别 这个与全球各国 包括欧洲、日本和中国等等 都只是量宽有密切关系 女子毅说 联署局今年内加息会是一个错误的政治决定 或者会令到美国加息之后无耐就会减息 明年更有可能推出新一轮量宽以扭转美元强势 美国现在就算不加息 我相信最终因为外围的经济表现转差 尤其是中国会拖低美国整体的表现 最终令到联署局会有进一步 出新一轮量宽的压力 联署局要出量宽 要扭转现在美金的强势 才令到现在的局面扭转 所以那个规模我们可以想象中一定会比QE3 甚至是要大到令到人觉得美金是要扭转现在的强势 不过有学者说 美国的利率处于低位有差不多7年的时间 若果美国经济复苏 但息口仍然处于接近零的水平 反而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 所以联署局有必要今年之内或者明年初 以加息来应对 再加息来从长货币政策 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当利率去到零这个水平的话 基本上联署局的货币政策 基本上已经废掉了 但如果当你的利率升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或者不是升回到一个正数的水平 升回到一个正数的水平 如果经济再有任何波动 可以透过轻微的减息 都可以作为一个调控 他认为当局会以加息来从长货币政策的主导权 并且会以微调的方式调整利率 幅度或者会是较温和的四分一例 以试探市场能不能承受加息带来的压力 他一定会加息去看看市场 是不是可以承受得到 是不是没有什么波动和接受到 现在是一个加息币 当他觉得市场是接受到了 那他就可以跟回到一个设计 慢慢逐步将利率调控一个正常的水平 联署局9月会议结束之后 今年还有两次的议息会议 分别在10月尾和12月中 但年底是美国感恩节和圣诞节假期 联署局很少会在12月的会议里面 作出重大政策决定 加上明年是美国大选年 对货币政策的决定或者会构成一定影响 当局加不加息 对环球金融市场定必带来一定的冲击 投资者作出投资决定的时候 最好量力而为 对环球金融市场定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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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都实际上 对环球金融市场定备 两次还是有色就可以做